第2841章为所发育别浪 不 那人身影虚幻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道分身 哪吒看着那人 眼中流露出一丝杀意 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 可谁曾想 那人竟然根本没有丝毫畏惧之意 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小子 可算是让我找到你了 只要将你的消息告诉长老 那么就算这道分身被毁 也是值得 消息 长老 话说到这里 赵放哪还有不明白的道理 恐怕 此人就是略先宗派出的探子 虽然不过是一道分身 竟然也有天先实力 看来 这略先宗的底蕴非凡啊 哪吒还欲追问 赵放却挥手制止 不用问了 灭了就好 此人来自哪里 我心中已有分晓 见赵放这么说 哪吒也没犹豫 红铃一卷 便是将那略先宗的探子绞杀 赵大哥 这人是你仇家派来的 哪吒从赵放的反应也猜出大概 赵放点了点头说道 我虽然知道他底蕴非凡 但也没有料到 他竟然能够这般快追查到我的位置 这名探子 只怕修炼了特殊的追踪先法 走吧 此地不能久留 若是我继续留在这里 只怕会给这里带来灾难 赵放说的是事实 既然东方列已经派人找到赵放的位置 那么他只怕也会随后赶到 真先实力 且又有略先宗的支持 东方列想要他灭这里 只怕也只是随手 而为 就算为了李静夫妇 赵放也必须要尽快离开此地 否则 后果难以想象 赵放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但哪吒却对赵放十分信任 所以也没有多问 二人告别李静夫妇 随后便是快速地朝着远处离开 毕竟 既然有一个探子 谁也不能保证会有第二个 当然 对于赵放来说 能够有更多的探子这是好事 至少这样 可以让探子告诉东方列 他已经离开 从而也就免去李静夫妇的麻烦 如同赵放设想的一般 此时略先宗类 东方列高作九彩圣莲之上 而在他周围 上百名略先宗弟子 却紧闭双目 发动神通 以分身之力探查八方 突然 一名弟子猛然突出一口鲜血 但眼神之中 却是露出惊喜之色 长老 弟子发现那个家伙 所在的位置了 那弟子站了起来 对着东方列恭敬地说道 而与此同时神通也同时发动 刚才他分身被灭的那一幕 立刻展现出来 东方列看着赵放的面容 双眼露出让人忌惮的怒意 果然是他 哼 小子 你莫非以为 你能逃脱不成 传令红莲山脉分布 务必将此人位置完全锁定 本尊 要亲手斩杀了他 为我而报仇 是 长老 众略先宗弟子得令 随后再次入定 四面八方 无数人影朝着赵放所在位置 合围而来 要知道 不但是这些略先宗弟子 甚至包括他们所掌控的一切资源 都已经被权力调动 这一次 东方列给出的奖励 实在太诱人 容不得他们不动心 容不得他们不全力以赴 赵放和哪吒二人一路急迟 即便他们自己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只是想要快速的离开西大陆 以保护李静夫妇 可万万没有想到 即便如此 他们却也渐渐被人锁定 东方列动用略先宗的资源 哪有那么简单就能躲避 此时 赵放和哪吒二人站在一处雪山之巅 微坐停顿 但片刻时间之后 竟然便有十几人冲了过来 这十几人先是看了看赵放 随后互相对视一眼 便是有了定论 没错 就是他 拿下这小子 便可以得到一枚金羽丹 金羽丹 威力绝伦 一旦服下 便是能够增加冲击真心的机会 大家联手 杀了这小子 那十几人根本不废话 从发现赵放 到发动攻击 不过眨眼片刻时间而已 不过 区区十几个天仙三四重的家伙 想要拿下赵放 无异于痴人说梦 赵放不会管他们是什么人 也不会管他们是不是受命而来 既然他们展露敌意 那么赵放也根本没有必要手下留情 轰然一掌落下 那十几人便是或死或伤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就在赵放列杀了这十几人之后 竟然瞬息之间 又是几人冲了过来 该死 赵放哪里还不明白东方列的打算 他这是准备用人海将自己困死 这些人 东方列恐怕绝对知道 留不住赵放 可这无穷无尽的追杀 却绝对能够拖延赵放的行踪 同时 也能够消耗赵放 直到那东方列本尊的到来 好一个奸华老贼 想要靠这些人拖延自己不成 哼 真仙又如何 莫要以为我就奈何不得你 赵放心中怒骂 但其实 却又有几分侥幸 这东方列 看来是自己想要找死啊 要知道 若是现在东方列直接出手 哪怕有哪吒的帮助 赵放也根本没有丝毫把握能够击败他 毕竟 当初东方列一个分身 赵放都手段进出才能奈何 若是他本尊到来 赵放哪里有机会 但现在这家伙调动这么多人 钱来送死 岂不是给了赵放炼集的机会 别看这些人之中 甚至还有很多连天仙修为都不到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不断的击杀 累积起来的经验 可不算小数目 只要那东方列短时间不出现 赵放相信 凭借这些不断送上门来的经验包 他自然能够找到对付东方列的办法 杀戮 无休无止 赵放杀掉一批敌人 便会很快出现另一批敌人 这东方列究竟是动用何种手段 才调集这么多人手 赵放懒得去管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不断的斩杀 不断的累积经验 时间流逝 赵放和哪吒表面看起来 似乎是慌忙的逃命 根本没有什么目标 只是胡乱的四处逃窜 可实际上 赵放现在的心情却是十分愉悦 大杀戮 不如说是大恋疾 赵大哥 你 你的修为竟然有凝视不少 这 这速度也太恐怖了点吧 哪吒面色有些惊骇 因为仅仅是短短十几天时间 赵放竟然已经将之前的提升完全巩固 第2842张塔红林 争略分布 赵放弹笑 来而不往非离也 哪吒 我们走一趟略先分布 你不是说要猥琐发育吗 哪吒自无不可 他早就想杀入略先分布了 只是差异赵放突然的改变策略 我更喜欢主动 赵放咧嘴一笑 目光冰冷 被动挨打 可不是他赵放的性格 这十几日反追杀过程中 他也布置了不少后手 是时候摊牌了 红莲山脉 乃是略先踪的分布 底蕴不凡 怕是也有天仙巅峰的强者坐镇 但那又如何 赵放同样要将之踏灭 这一路上哪吒差不多也已经从赵放嘴里知道了事情的大概 此时听到赵放这么说 立刻答应下来 好 赵大哥 咱们去灭了这群家伙的老窝 那东方略不可能那么快赶过来 而东方略都不能这么快过来 就更不要说略先踪的其他弟子了 所以显然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前来追杀赵放的 只能出自红莲山脉 二人继续杀法 一路前进 却实在不停步 时间一长 红莲山脉之中略先踪分部 自然看出了赵放的意图 该死 这小子 莫不成想要直接打上我红莲山脉不成 一名老者看着周围众人 陆生说道 他便是红莲山脉略先踪分部的负责人 红解释 当然 他在略先踪内部 其实也只是一个外围普通长老 比起东方略者和新长老的身份 可就差了很多 红长老 那小子既然自己来找死 咱们何不成全了他 要知道 东方长老赐予的奖励可是丰厚无比 仅仅只是拖延住这小子 便是有丰厚的奖励 这要是咱们能够替东方长老拿下他 那东方长老的奖励难道还能少了 有人站出来 对着红解释说道 红解释眼神微微一闪 心中却是有了计较 这几日 他的分部可谓损失惨重 也说普通弟子 就算精锐也损失了十几位 可谓是实力大损 可是一想到东方列承诺的奖励 红解释却是一点不心疼 哪怕这分部的一切 都是他一点点累积的 好 诸位听令 调动分部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 给我以最快的速度 布置千针锁魂阵 哼 我要让那小子有来无回 剩下所有弟子听令 给我沿途阻结那小子 无比要为大阵拖延到足够的时间 千针锁魂阵 众人听到红解释的话 忍不住到吸一口凉气 这可谓是他们分部最为强悍的阵法 可是 想要布置却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也得不说 单单只是最基础的一项 千针杀神 也是足以让无数势力望而止步 所谓的千针杀神 指的是必须连续不断进行一千场挑战 并且每一场都斩杀敌人获得胜利 这一千场挑战必须在七天之内完成 而且每一场 都必须是一对一的决战 另外 敌人也必须是全力以战 甚至可以说要达到生死仇敌的地步才能够做到 千针杀神 要的是那一网无前的杀器 别看这红解释这略先宗分布的底蕴 甚至超过剑龙殿 但是这千针杀神 近500年来 也仅仅只培养出一人 要知道 千针杀神的选拔 每十年就会举行一次 而每一次 必然会死伤数万人 可以想象 这千针杀神是多么难以培养 这也可以说是红莲山脉这个略先宗分布最后的底牌 微微停顿片刻 众人才应声答道 是 红莲山脉开始了快速的布置 不过赵放却根本不知道 当然 就算他知道 他也不可能就此放弃 不过 这段时间 袭击赵放的敌人倒是越来越多 不管白天黑夜 也不管赵放是在哪里 都有可能受到略先宗弟子的扶杀 这些弟子实力低微 赵放简直一巴掌就能拍死 但是却让人厌烦无比 但好在 终于 赵放来到了这红莲山谷之外 山谷之外 残余的略先宗弟子百开阵势 叙事待发 紧紧守住骨口 狂妄小儿 若是你线束手就擒 本尊可以考虑给你留个犬师 红姐是一马当先 站在众人之前 大声地对着赵放说道 这些废话换作平时 他恐怕绝对不会说 面对敌人 最好的选择是不需要废话直接出手 但是今日 为了拖延时间 他却只能用尽手段 因为那千针锁魂阵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只需要半时辰 只需要最后的半个时辰 大阵 便是能够彻底完成 到时候 这赵放就算拥有再多的手段 就算他身边甚至还有一个疑似真心的强者 也绝对不可能逃脱 可惜 红姐是的算计虽好 但是 赵放却一点不配合 几乎就是在红姐是说话的同时 赵放却已经出手 哪吒 你左我右 杀个痛快 好 哪吒回答一声 也是同时出手 两人 一是被这段时间略先踪弟子不断通行弄得本就心中憋了一肚子火气 这而来 却是赵放在踏入红莲山谷的时候 便是感受到了一股浓烈的杀意症不断的聚集 这一股强悍的杀意 让赵放直觉感受到了危机 再加上红姐是有些异常的举动 便是让赵放猜测出 敌人在耍什么手段 杀 一声大吼 哪吒率先冲出 红莲舞动之间 一群群略先踪弟子犹如带宰的羔羊 毫无还手之力 而同时 赵放身影闪动 也是杀入人群 一拳轰出 数名略先踪弟子被轰成血雾 一掌拍下 数十名略先踪弟子直接被镇压 既然略先踪自己都不将这些低级弟子的性命当回事 难道赵放还会手下留情不成 哀嚎之声刹那便是响起 残枝飞舞 断臂纵横 一群群略先踪低级弟子就那么横尸当场 甚至大部分连尸体都不得留下 可是 红姐是等人 却丝毫没有动容 这群红连山脉分布的略先踪精锐 竟然还绕有兴致的看着赵放和哪吒屠杀他们的门徒 杀巴 杀巴 尽情的杀鲁巴 你们杀的越多 千针索魂阵的威力越大 哼 这些低级弟子 能够为了成就本尊的真仙之路而现身 那是你们的荣幸 第2843章杀义巨阵 千针索魂阵 红姐是不敢贸然出手 她当然不是畏惧赵放 事实上 若只是赵放一人 只怕她早就亲自出手了 她畏惧的是哪吒 红姐是成为这红连山脉略先踪的长老 估计的守在这里千年 宗门自然不可能没有表示 所以 便是赐予了她一件一宝 此一宝除了能够加速她的修为之外 最为重要的作用 便是看透不超过她三个等级修为的敌人 可以说 几乎任何隐藏手段均是无效 通过这一宝 红姐是早就看透了哪吒的修为 否则 若非如此 单单一个赵放 怕是东方列传来命令的时候 她就已经亲自出手 杀戮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多时 在赵放和哪吒的面前 便是铺满了尸体 整个红连山脉略先踪的弟子 几乎全部死在了这里 哈哈 不错不错 果然有点实力 难怪东方长老也会亲自下令对付你 不过 小子 遇到我 算你倒霉 今日 我就要让你常常魂魄被强行抽离镇压的滋味 不知不觉 半个时辰的时间 已经到了 说完这话 红姐是身影猛然高高飞起 却不是朝着赵放而来 而是猛然退后 与此同时从略先踪分布四周 一道道道宛若血液般稠密的雾气猛然弥漫开来 这些雾气 仿佛是有生命一般 竟然全部朝着赵放和哪吒扑来 这是什么 哪吒大声问道 然而赵放却也只是皱眉 因为他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但是赵放却并没有太多的震撼 红莲山脉事略先踪分布 会有底牌 这简直在正常不过 现在赵放所需要做的 不过是探查出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神念外放的同时 赵放暗中手段进出 不多时 他的嘴角却是微微上翘 他已经看透了大半 而现在只需要验证 角色的雾气不断翻滚 然而这些雾气之中 似乎镇压着无数恶灵 他们不断挣扎 不断咆哮 明明没有声音 可是在赵放和哪吒耳边 却是听到了无数喊杀声 在这些喊杀声中 还夹杂着绝望的嘶吼 不知不觉之间 雾气已经开始入侵二人的心神 不过好在 二人都非等闲之辈 倒不可能轻易被影响心智 哪吒猛然出手 红莲瞬间卷了过去 可是这一次 那连天仙都能轻易卷爆的红莲 确实没有对血雾造成丝毫伤害 两人想要后退 但却发现 他们已经被血雾完全包围 一旦靠近血雾 那诡异的能够影响心智的神秘力量 便会千万倍加强 赵放毫不怀疑 若是被那血雾包裹 就算是他 只怕也会被完全吞噬理智 哈哈 挣扎吧 尽情的挣扎吧 让我好好欣赏一下 你们最后的疯狂 恐解释得意无比 千针锁魂阵 看似简单 实则凶险万分 而且和其他阵法不一样的是 此阵一旦发动 那么弱点只有一个 至于其他办法 就算你是真仙强者 也不可能挣托 只会被这血雾一步步 拖向疯狂的深渊 最终 魂魄一时陷入无尽的疯狂 彻底被大阵吞噬 那唯一的弱点 却只是那一名用于 发动千针锁魂阵的人 当然 此时弘解释早已经将那人藏了起来 根本不可能被发现 哪吒尝试数次之后 发现自己的所有攻击手段全然无效 无奈之下只能将红连道卷 围在身体周围 凭借强悍的修为强行 抵挡血雾的扩散 只不过 这显然根本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毕竟 一旦修为耗尽 那么同样是指挥被大阵卷走 不过 却没有人注意到 此时的赵放 却根本没有太多的动作 他既没有出手攻击周围的血雾 也没有流露出惊骇的神色 反而 赵放嘴角似乎还带着微笑 没错 就是微笑 杀意 以杀意俱阵 想法倒是不错 只是可惜 你们选错了对手 突然 赵放的声音传来 红姐是微微一愣 他不明白赵放说这话的意思 在他眼中 赵放明明已经完全被血雾所困 根本不可能有逃出生天的机会 落败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小子 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哼 小子 死到临头还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破解这千针锁魂阵 红姐是事怎么都想不明白 赵放都被大阵锁困 难道还能有什么手段逃出生天 所以此时 他充满了自信 可就在此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赵放只是那么伸手一挥 一刹那 大片的血雾凭空消失不见 就仿佛 从未出现过一般 不但红姐是骇然便是 就连一旁的哪吒也是惊诧万分 这 赵大哥 你 你是如何做到的 哪吒被困在血雾之中 挣脱不得 可是赵放竟然随手一挥之间便是能够让血雾消融 也难怪他会震惊 听到哪吒的问话 赵放倒是微微一笑 也没有隐瞒 淡淡地说道 这血雾 不过是沙翼所化 只是因为太过于浓郁 所以才会成为这般姿态 但是 杀意 不也是能力的一种吗 干嘛要驱散他们 吞噬了可是大补 当然 这话赵放倒也不是说的全部 事实上 赵放其实是借用了系统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哪怕赵放的血脉技能便是能够引动杀戮之气 哪怕杀意 只不过是一种最为简单的手段 但是这千针锁魂阵 既然能够成为红莲山脉略先宗分布的最后底牌 自然不可能那般的简单 其中蕴含着的是略先宗特有的某些手段 但随着赵放出手 围在赵放身边的血雾却是大量的消散 红解释见到这一幕 简直难以置信 可就在他疑惑万分之时 赵放的身影却是猛然冲了出去 眨眼片刻 便是找到了那作为阵眼的千针杀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空解释瞪大了眼睛 眼前这人是怪物不成 血雾对他无效 隐藏的那般隐秘的千针杀神 竟然也被他瞬息找出 空解释却是不知 从他发动阵法的时候 赵放便是已经探查出其中的奥秘 第2844章你想怎么个死法 赵放将一道封印打入那千针杀神体内 刹那 这千针锁魂阵便是消退不见 随后 赵放却是将目光看向红解释 愿你送我这道大理的份上 说吧 你想要怎么个死法 赵放淡淡的声音 在红解释耳中 却是那般的刺耳 红解释畏惧的 只是哪吒而已 若非是有哪吒在一旁 红解释哪里会将赵放放在眼里 有那一宝的存在 红解释能够一眼看透 赵放不过区区天仙五重而已 而他可是天仙九重的存在 整整三个等级的差距 红解释又怎么可能会将赵放当回事 哼 小子 莫要狂妄 莫要以为 本尊不敢杀你 就是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区区天仙五重修为 也敢来我红莲山脉放肆 哼 若不是东方长老有令要留你性命 他好亲自收拾你 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 小子 能够破解千针锁魂阵 只怕你身上应该有某种宝物吧 交出宝物 或许 我们可以考虑让你在死之前 能够轻松一点 就在红解释说话之后 那几个红莲山脉的精锐 竟然也纷纷开口 在他们眼中 赵放斩杀他们那么多弟子门徒 其实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更加在意的 不过是东方略的奖赏而已 当然 对于赵放 他们更是从未放在眼中 若非东方略要活口 他们又怎么可能只怕弟子出手 而他们却并不亲自出手 哪怕现在赵放破解千针锁魂阵 也并没有让他们畏惧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清楚赵放的实力 至于说一旁的哪吒 他们看不透修为 但却也没有当回事 在他们眼中 哪吒恐怕实力也是一般 毕竟 哪吒从始至终 似乎只有红莲一个宝物 这简直就是穷鬼一个 那么实力又怎么可能太强 不得不说 无知者无畏啊 赵放不想再废话 那东方略随时都可能出现 早点灭掉这红莲山脉略先宗分布 赵放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得到那千针杀神的那一刻 赵放便是决定要好好利用 从而 击败那东方略 系统的新任务中 击败东方略可是能够提升两个等级 如此好事 赵放但凡有机会 自然都不会错过千针杀神 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人 从他成为千针锁魂阵阵眼的那一刻 便是已经被炼化成为一个人形法宝 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种悲哀 看着这群叫嚣的红莲山脉长老 赵放不再犹豫 随手一挥 一道掌影便是朝着其中一人砸了过去 那人虽然有所防备 但哪里是能抗住赵放这一击 刹那便是被轰飞出去 其余众人万万没有想到赵放竟然敢先一步出手 此时莫不是大怒 小子 你是找死 自盗人影同时朝着赵放冲了过来 赵放身影猛然一闪 却不退反进 你 可以去死了 幽冥黄泉只瞬间发动 那名红莲山脉强者 甚至来不及反应 便是直接被击飞 点 然而 赵放哪里会就此放过他 身影一动 却是紧随上前 斩魂刀 空然之间 又是强悍一击 那人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便是直接毙命 连神魂也被斩碎 这怎么可能 空解释和其他几人面色骇然 这个家伙 究竟是有多逆天 他为何会如此强大 他真的只是天仙五重修为 难道 他其实是真心修为 只不过故意隐藏了实力罢了 特别是红解释 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哪吒身上 在他眼中 从未将赵放当成真正的对手 甚至一度觉得 单单只是他手下的那几个强者 也足以灭杀赵放 连弄出那千针锁魂阵 红解释也是为了针对哪吒而已 而结果了 没错 哪吒是被限制了 甚至根本奈何不得千针锁魂阵 反倒是这个红解释一直没有当回事的小子 一次次给他意外 先是破解了千针锁魂阵 随后出手 更是连斩他手下两名强者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个怪物 哪吒没有出手 因为他也看出 这一群人中 真正有威胁的 只有那红解释一人 所以 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而现在 似乎机会来了 空解释见到赵放居然拥有如此实力 心中已经明白 只怕就凭他手下那几人 他是很难拿下赵放 再加上 他对于哪吒真仙的实力忌惮万分 便是准备先拿下赵放 以此为要挟 制衡哪吒 所以此时 他说动就动 身影一闪 便是全力出手 小子 拿命来 空解释一出手 便是没有半点留守 哪吒虎视单单在一旁 他清楚 他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刹那之间 整个天空似乎都被红解释捏在手中一般 随后轰然朝着赵放咋下 轰 轰 轰 一刹那之间 山崩地裂 整个红连山脉 竟然在这一刹那完全崩塌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至天空挤压而下一般 整个红连山脉 由山顶开始 片片崩裂 点 然而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追悉之间 地面之上 大道红色的雷电却是从地面转出 直接朝着赵放围杀过去 不 这不是雷电 这是岩流 被红解释以无上微能压缩万亿倍 甚至已经化作能量体的岩流 只是因为它们的速度实在太快 所以才会给人以雷电的错觉 这还不算结束 红解释双手不断舞动 一道道璀璨的拳影 掌印 确实突然出现 这一道道拳影有快有慢 脱离红解释之后 便是快速凝聚在一起 仿佛是千万道威力绝伦却又无限真实的拳头 手掌 同时朝着赵放轰杀而去 血迷之间 赵放已经犹如陷入绝境 天空 地面 四周 无所不在的攻击 是那般的密集 又是那般的恐怖 并无可避 在这一刻 赵放 根本没有丝毫躲闪的可能 哈哈 小子 给我去死吧 红解释的声音传来 然而 就算这一声怒吼 竟然也暗含音波杀招 这红解释当真是手段进出 只为斩杀赵放 第2845章毁灭红莲山脉 东方列现身 赵放眉头微皱 他也没有想到 红解释的爆发 竟然这般强悍 天仙九重的实力 果然不容小觑 甚至是红解释那几个手下 在他全力一击爆发之时 便是被这无限威能直接卷入 眼间已经没了火路 赵放自然也不敢拖大 双手快速舞动 一道道神符确实出现 这些神符 都是防御性质的神符 赵放准备硬抗这一切攻击 因为赵放清楚的知道 红解释的末日到了 一直在寻找机会的哪吒 此时眼神一变 手中红灵便是毫不犹豫的 朝着红解释卷了过去 他一直在找机会 一招致命的机会 因为从一开始 赵放和哪吒就没有准备 放过红解释 此时 红解释全力对赵放出手 难免会有虚拟的停顿时间 而这时间足以致命 甚至红解释的攻击 都还没有达到赵放身边 哪吒的红灵却是先一步 将赵放卷中 在那虚拟的时间里 红解释其实是处于 一种虚弱的状态 那种状态下 别说逃走 就连反抗也根本做不到 红解释露出绝望的神色 他千算万算 却算不到 从一开始 赵放和哪吒也在算计他 逼他出手就是二人的计策 空 空 空 连绵不绝的 训报之声不断地传出 红解释恶狠狠地 看着那训报的中心 因为他知道 那里 就是赵放 就算是死 红解释也希望 拉上赵放陪葬 此时的他 被哪吒的红灵卷中 其实就已经明白了 他没有活路了 因为在那红灵之中 红解释似乎感觉 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已经被禁锢 他现在 只能认有宰割 哪吒同样是在看着赵放所在的位置 不过 却没有丝毫担心 在他眼中 赵放的强悍 他早已经知道 所以 他相信 就算红解释这权力的一击 也不可能真的奈何赵放 片刻之后 赵放的身影终于出现 果然 虽然有些狼狈 却似乎并没有受伤 你 你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没有事 红解释瞪大了眼睛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哪怕是他亲眼所见 一个区区天仙武中的家伙 硬抗了天仙九重的强者权力一击 居然会没事 红解释甚至怀疑 难道自己的修为都是假的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爆发全部力量的至强一击 也没有奈何这家伙 哦 你很希望我有事吗 赵放戏虐的看着红解释 从一开始这一切的一切 哪怕又是红解释全力出手 都在照放的算计之类 那么他又怎么可能会有事 点 然而就在此时 天空之中意向突然发动 一道道光芒不断凝聚 而从红莲山脉废墟之中 也是无数道光芒生疼而起 红解释面色大喜 竟然是威胁说道 哼 小子 现在你放了我 或许 等一下东方长老降临的时候 我还可以替你们求情 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这一项 是东方烈药过来了 这或许是略先踪的一种特殊传送方式吧 赵放不觉得红解释会骗自己 毕竟他现在甚至连欺骗自己的资格都已经没有 哼 区区一个东方烈 来了正好 也省去了我去找他的时间 赵放随手一挥 确实直接将红解释抹杀 简直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般轻鸟淡血 毕竟此时 红解释早已经被哪吒的红领所困 失去了一切反抗能力 叮 恭喜玩家赵放 斩杀天仙九重红解释 获得九万天仙点 九百仙魂点 系统提示响起 然而赵放却是有些疑惑 这家伙 好歹还是略先踪红莲山脉最强者 居然不是Boss 不过 此时已经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暗空中 那光芒已经越来越凝实 东方烈的到来 已经是迫在眉睫 若单凭赵放和哪吒 其实赵放心中根本没有太大的底气 毕竟 那可是真心三重修为的东方烈 实力差距 实在太大太大 不过 从看到那千针所魂阵开始 赵放 却是有了主意 虽然就算如此 也最多只有五成把握击败东方烈 但五成把握 已经足够让赵放赌一把 哪吒 你帮我护法 我要做一些布置 赵放不敢耽搁 对着哪吒吩咐了一句 哪吒点头 好的 赵大哥 最后 最后便是腾空而起 一面看着那不断凝聚的光芒 一面观察周围 月仙宗这种传送方式 是赵放根本没有见过的 所以一时之间也无从破解 当然 最为重要的是 赵放有了五成把握 那么反而是期待东方烈的到来 收入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真心三重的强大东方烈 如果一旦斩杀成功 那么能够获得的好处显而易见 赵放没有再犹豫 而是快速的布置起来 此时的红莲山脉几乎已经完全毁掉 但是想要在其中布置真法 却根本不是太大的问题 赵放不断游走 不断布置 而那天空之中的光芒 却也不断凝实 说起来慢 但实际上 也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 天空之中 那光芒逐渐凝聚成为一道虚幻的传送之门 而那传送之门才刚刚凝实 东方烈的声音便是已经传了出来 赵放小儿 还我儿命来 声音才刚刚响起 东方烈已经从传送门走出 点 然而 东方烈一踏出传送阵 却是微微一愣 红莲山脉是略先宗分布 所以 他才会选择降临在这里 可是他第一眼看到的 却只是残破的山河 哪里还有半点略先宗分布的样子 最后 他便是看到了赵放和哪吒 看到赵放 再看到真心一重修为的哪吒 东方烈哪里还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赵放所为 赵放小儿 居然是你 哼 既然你在这里 那也免了老夫再去寻你 受死吧 说动手就动手 东方烈竟然没有半点犹豫 猛然之间 东方烈随后一挥 便是寄出一面古怪的旗帜 说这旗帜古怪 是因为明明他应该是死物 但偏偏如同活物一般 竟然在出现的刹那 传来争鸣笑声 只是 那笑声 却是那般的圣人 那般的恐怖 与此同时 从那古怪奇质之中 道道黑影便是猛然窜出 第2846章难道要败 那一道道黑影 宛若是有生命一般 刹那 便是各自汇聚成为一个个虚幻的模样 有人行的 也有兽行的 甚至有一些 让人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形态 赵放小儿 此其乃我略先宗重宝 九天恋仙奇 哼 老夫的九天恋仙奇中 不知道恋化了多少天仙 天魔 今日 你也会成为他们一员 放心 老夫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老夫会将你的魂魄留下 日日折磨 让你生不如死 九天恋仙奇 怎么 莫不是这老东西还以为这个名字很霸道不成 赵放不懈的撇了撇嘴 却是出言嘲讽 该不会 这东西是略先宗人守一份吧 你这家伙 看来也混得不怎么样吗 东方略眼神微微一闪 不想 却是被赵放捕捉到 哈哈 还真是如此 老东西 我看你也不过如此而已 东方略面露怒色 小子 修耀成口舌之力 九天恋仙奇 来我决仙宗秘宝 吞噬的强者越多 实力越强 那么他的威能自然也就越大 哼 我这面九天恋仙奇中 被吞噬的真仙都不下十位 今日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逃得掉 赵放虽然出言嘲讽东方烈 但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 他的布置已经完成 可想要完全发动 却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面对东方烈 赵放根本不敢拖大 可以说 但凡有任何机会 他都必须尽可能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 那一道道黑影已然扑来 赵放没有犹豫 直接启动了签针锁魂阵 这本来就是赵放夺来准备对付东方烈的 自然不会有丝毫犹豫 刹那 一道道雪雾再次出现 不过 这一次 这些雪雾的攻击目标 却是那些黑烟 看到雪雾的刹那 东方烈脸色微微一变 千针锁魂阵 红莲山脉分布 居然炼制了千针锁魂阵 该死的红解释 居然赶不上报 听其言语 这东方烈 居然会对千针锁魂阵 有所忌惮 不过片刻之后 赵放便知道了原因 原来 这千针锁魂阵 居然对那九天恋仙旗 有着克制作用 此时 雪雾不断感染那些黑气 可是 那些黑气原本就是被困于 九天恋仙旗中的修行者或者仙兽 他们灵魂虽然已经被抹除 但其灵魂的本质却没有改变 那么自然 就会受到雪雾的影响 红色的雪雾和黑色的虚影 不断对撞在一切 可肉眼可见的 雪色却是在不断蔓延 不断吞噬黑色虚影 该死的红解释 东方列怒骂一声 无奈只能将那九天恋仙旗收回 毕竟 若是继续持续下去 弄不好 他好不容易收集的那些魂魄 便是会被千针锁魂阵夺走 哼 你以为有这千针锁魂阵 就能奈何的了我 我的手段岂是你这小儿能懂 东方列一声大喝 手中却是放出一枚圆珠 那圆珠看似平淡无华 可放出的刹那 便是爆发一彩 角色雾气 竟然是被其全部吞噬 东方列得意的声音传来 哼 红莲山脉分布 灭了也是活该 炼制出千针杀神 不上郊居然敢私吞 找死 但随着这句话 那原本被照放隐藏的千针杀神 却是被神秘力量牵引 直接朝着东方列扑了过去 转眼间 便是被东方列收走 很显然 这千针杀神 似乎并不仅仅只是 红莲山脉分布的底牌 那么简单 而是对掠仙宗都是有着一定的作用 只是到底有什么作用 照放确实没有心情再去关注 天龙剑 初 突然 照放一声爆赫 猛然之间 一道剑光瞬间急速地 朝着东方列斩杀过去 天龙剑 自从被照放收服之后 第一次出手 点 然而 他所面对的第一个敌人 竟然是真仙三重的东方列 剑光弥漫 一刹那 便是化身千万 随后同时朝着东方列斩下 轰然之间 东方列已经完全被剑光包围 不错 不错 剑是把好剑 只是可惜 他的主人修为太差 根本发挥不出他全部的实力 东方列的声音传来 伴随着剑影全部消失 照放确实眉头紧皱 真仙三重 果然强大无比 那天龙剑爆发的剑光 可以说既算天仙巅峰 也可以轻易灭杀 可是对东方列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让他略显狼狈都不能做到 照放身手 收回天龙剑 却同时朝着哪吒使了一个眼色 哪吒会议 随后 红灵便是朝着东方列捡了过去 可以说 到了现在 照放真正的动作才刚刚开始而已 之前动用千针锁魂阵 或者天龙剑 都只不过是障眼法 真仙一重修为 呵呵 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吗 小子 你莫不是以为 凭借区区一个真仙一重的小家伙 就能对付得了我 东方列见到哪吒出手 竟全是轻蔑之色 红灵眼看着即将卷到东方列 但东方列仅仅是挥手之间 一道强悍的力量传出 便是直接将红灵挡在了他面前 就凭你 区区真仙一重 还没有资格和我对战 说话的同时 东方列随后一挥 一道大力俱力便是朝着哪吒席卷而去 竟然是生生将哪吒击退数步 差距实在太大 而赵放此时 竟然转身就逃 那模样 仿佛是万分害怕东方列一般 小子 现在想逃 是不是晚了点 东方列得意的说道 他的目标是赵放 至于哪吒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中 区区真仙一重的修为 在东方列眼里 根本不能对他造成威胁 所以此时 他一面压制着哪吒 一面 确实已经朝着赵放追来 赵放用上了自己最快的速度 但依然显得那般无力 面对东方列 赵放 似乎没有丝毫机会 眼看着东方列距离赵放越来越近 似乎下一刻就会被追上 突然 东方列却是停下追击 哟 小子 还有布置了阵法 怎么 你以为就你布置的这区区阵法 还能奈何得了我不成 只是可惜 我已经识破 赵放停下脚步 似乎是自己最后的底牌被东方列看透了一般 点 然而 东方列却是没有看到 赵放嘴角那微微弯起的弧度 第2847章八荒决道阵 小子 今日 老夫就要杀了你 为我而报仇 你以为凭借这区区阵法真的能奈何老夫 老夫今日 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东方列双眼之中杀意纵横 显然 他是对于赵放有着必杀之心 然而他却又没有马上出手 反而是饶有兴致的看着赵放身后布置的那阵法 八荒火龙阵 阵法倒是不错 若是我真的没有发现被困阵中 还真的有些棘手 只是可惜 你也太低估了我 真仙境界 可不是你区区一个天仙能够明白的 今日 老夫就让你见识见识真仙之境才有的纯阳法力 东方列说话的同时 面如表情 但是其做法却分明是想要戏耍赵放 他恨不得立刻杀了赵放 却偏偏压制着立刻出手的想法 所谓的 就是要让赵放受尽折磨 在无尽的绝望中死去 东方列双手猛然结阵 与此同时 背后一把大剑直接被祭出 哼 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略先踪独有的略天剑术 让你知道 什么才叫做实力的差距 但随着这句话 从东方列背后巨剑之中 一道道光芒猛然散发而出 那些光芒 分明就是一道道剑影 不过是一刹那之间 在东方列的周围 便是凝聚出千万道剑影 随后 伴随着东方列去守一指 刹那之间 这千万道剑影便是猛然朝着地面轰杀过去 不过 东方列却是故意没有攻击赵放 而是将目标放在了赵放身后的区域 空 空 空 伴随着一阵阵的轰鸣之声 赵放身后 那本就因为之前战斗而有些破损的大地 这一刻可就真的化为灰烬 一刀刀剑光 蕴含着的可是纯阳之力的恐怖破坏力 一刹那 整个地面却是被东方列的剑光完全覆盖 地裂山崩 当剑光完全消散之时 别说是照放布置的阵法 就算是原本的地貌也已经彻底被改变 那里 原本是山脉 可是现在 却是成了山谷 东方列嘴角带着阴狠的笑容 在这一次的攻击之中 他并没有直接攻击赵放 而是故意将一些剑影落在赵放周围 任凭那一道道七浪不断冲击这赵放 他要看到 赵放绝望的目光 甚至 他要看到赵放跪下来向他求饶 只是可惜 似乎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此时的赵放非但是没有跪地求饶 反而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东方列心中气急 小子 你最后的底牌都已经被我摧毁 怎么 你还想反抗不成 赵放嘴角挂着弧度 淡淡地说道 我 真的吗 你真的摧毁了我所布置的阵法吗 听到赵放的话 东方列微微一愣 但这一次 不等他回答 欲变却是猛然爆发 只见天地之间 突兀的一道道剑光升腾而起 却是凝聚成为一条剑光巨龙 随后 毫不犹豫地朝着东方列轰杀过去 东方列面色俱变 该死 那不是八荒火龙阵 那 那是八荒绝道阵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布置八荒绝道阵 八荒火龙阵和八荒绝道阵 名字似乎有些相似 事实上 布置完成之后 不仔细看 也的确是觉得差不多 但实际上 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八荒火龙阵 一旦引动 是以一道道火龙面杀敌人 可是这八荒绝道阵 引动之时 却是以闯阵者自己的攻击镜像为主要攻击方式 八荒火龙阵 重杀 而八荒绝道阵 重困 可以说 若是东方列一开始便是看出这乃是八荒绝道阵 那么他根本不可能施展法术 因为这八荒绝道阵 本就是利用闯阵者所施展的法术作为攻击方式 若是东方列早知道赵方布置的是八荒绝道阵 那么他绝对不会动用任何法术 而是会凭借他那强悍的肉身 直接轰杀赵方 可惜 没有那么多早知道 此时赵方脸上的笑意是越来越浓 从东方列施展那什么掠天剑术开始 就已经注定他必败无疑 八荒绝道阵 闯阵者但凡动用法术 就注定会被自己的法术击败 哪怕他没有再施展第二次攻击 也根本没用这等霸道的阵法 实际上 就算是东方列 也只是听说而没有见过 却不想 他第一次见到 竟然是在阵中 而且是已经激活的八荒绝道阵 那剑影凝聚的巨龙毫不犹豫的朝着东方列撞了过去 是那么的直接 却又是那么的有效 东方列哪里还敢施展什么法术 他慌忙寄出一件防御法宝 堪堪抵挡攻击 可惜 之前他为了震慑照放 却是施展的是霸道无比略天剑术 此时 他要面对的 越是他自己施展的剑术 空来生中 东方列不断的被撞飞 但是他却努力的朝着阵法中心前进 他不得不这么做 八荒绝道阵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越靠近阵法边缘 威力就会越大 如果说在阵法中心 他面对的只是他自己施展的攻击同等威力的攻击 那么一旦到了最边缘 甚至他需要面对的是八倍于他攻击的强悍攻击 可是 就算他能够将身影稳定在中央又能如何 阵法一旦启动 可就是生生不息 不断发动 当然 若是单单只靠这八荒绝道阵 想要耗死东方列 恐怖就并不能那么快结束了 毕竟 这东方列作为略先宗核心长老 敌云也是非凡 八荒绝道阵也并不是没有缺陷 其中最大的缺陷 就是他所持续的时间 是根据布置之初所使用的真法核心材料 蕴含的能量多决定 一旦能量耗尽 那么就算闯阵之人没有被斩杀 大阵也会自行崩溃 毕竟 这八荒绝道阵 中的是坤而不是杀 此时的东方列不断利用自己的法宝权力抵挡 不也是在等待这八荒绝道阵能量耗尽的那一刻 这是可惜 赵放哪里可能给他机会 哪吒已经摆脱之前东方列对他的压制来到了赵放身边 看到那被困在阵法之中的东方列 哪吒眼神之中露出诧异之色 赵大哥 你居然真的把他困住了 第2848章斩杀东方列 赵放淡淡一笑 确实说道 好戏 现在才刚刚开始 哪吒不明白赵放的意思 不过赵放也没有在解释什么 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动作 赵放直接打开系统商店 开始从商店之中兑换一些材料出来 这些可都是上等材料 消耗了赵足足数百先混点 不过 比起斩杀东方列能够得到的奖励来说 这点投入 其实已经算不得什么 赵放兑换的这些材料 基本全部都是制作傀儡所用 傀儡术 在某些时候会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处 比如说现在 八荒绝道阵一旦启动 那么就算赵放这部阵之人 也根本不敢进入的 这阵法可不会自动识别敌我 只要是在阵法范围之内 不管是谁进入 都将面对等同于东方列 现在面对的同等攻击 不过 有一样便是可以例外 那就是没有生命和灵魂的低级傀儡 这种傀儡 就算闯入阵中 也不会激活阵法 赵放现在在做的 就是大量制造这种低级傀儡 不过 赵放选择的 却全部都是自爆傀儡 自爆傀儡一旦进入阵法之中 便会直接自爆 他们不需要接近东方列 因为根本没有那必要 此时阵法判定的闯阵者 只有东方列一人 那么 自爆傀儡自爆引动的力量 自然也会被阵法 直接反噬在东方列身上 别看这些自爆傀儡 或许在正常的时候 就算近距离的出现在 东方列身边自爆 也根本不能伤害到他 可是现在 却无疑是致命的存在 这些自爆傀儡 被赵放制作出来之后 便是会走入阵中 然后直接引爆 而每一次自爆一个 那么在东方列身边 也会出现等同于 自爆傀儡自爆威力的新的攻击 不断的累积之下 东方列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若是目光能杀人 那么东方列此时 已经不知道用目光 杀死赵放多少次 这该死的家伙 居然会用这种无耻的手段 他堂堂针先三重的强者 竟然会被一个区区天仙困住 甚至有着落败的危机 看着赵放不断放出自爆傀儡 从而使得自己这边的压力越来越大 东方列忍不住大声怒骂 小子 有本事解开大阵 咱们生死相搏 如此小人手段 算什么本事 本事 放了他 赵放里也没有理那东方列 是他傻 还是以为自己傻 他怎么不说 他堂堂针先三重修为 竟然也好意思跟自己说什么光明正大的 生死相搏 若不是他自大 若不是他想戏耍自己 又如何能够着了自己的道 就凭他针先三重的强悍修为 怕是一击便是能够让自己丧命 赵放没有理会东方列 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时间推移 东方列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断增加 终于 哪怕他有法宝守护 却也再也看不住 八荒绝道阵恐怖的反射攻击 哼 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中 东方列直接被炸飞出去 他面色大变 却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新的攻击已经到达 哼 哼 哼 不断有攻击爆发 东方列整个人都被这一道道强悍的攻击 直接不断击飞 短短片刻时间 东方列全身都已经受到重创 从他的身体之中不断有心血渗出 毫不凄惨 可惜 到了现在 东方列连叫嚣的力气都已经没有 哼 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之声 刹那 东方列的肉体直接被轰碎 东方列发出一声哀嚎 神魂便欲快速顿走 只是早有准备的哪吒和赵放 又哪里会让他如愿 两人几乎同时出手 却是哪吒红铃一卷 直接将东方列的神魂禁锢 赵放 赵放 有话好说 你只要放了我 我愿将我毕生所藏全部给你如何 求饶了 原来 这东方列也是会怕死的啊 只是可惜 现在想要求饶 是不是晚了一点 赵放伸手 直接将东方列的神魂禁锢在自己手心 可以说 想要捏死他 不过是赵放意念一动的事情 那东方列更是惊惧万分 赵放 你若放了我 我愿奉你为主 供你驱策 并且告诉你掠先踪一处置保存放地 东方列还在试图说服赵放 可惜 赵放哪里会理会那么多 现在放了他 那么 将来 一旦被他找到机会 恐怕就会立刻报复自己 说完了吗 说完了你就可以去死了 赵放淡淡的声音传来 听到东方列的耳中 是那么让他绝望 东方列疯狂挣扎哀嚎 可惜 一切都是徒劳 赵放猛然用力 毫不犹豫的便是捏爆了东方列的神魂 丁 恭喜玩家赵放 斩杀真仙三重boss 东方列 奖励2000仙魂点 2000仙魂点 果然 这次是赚了 投入不过几百收入却是2000 当然 奖励可不仅仅只是这些 丁 恭喜玩家赵放 斩杀boss获得奖励 特殊材料 九天龙眼 丁 恭喜玩家赵放 完成斩杀东方列任务 等级提升两级 丁 恭喜玩家赵放 达到天仙巅峰境界 果然 还是只有杀boss才能够获得最大化的收入 两个等级的提升 让如今的赵放依然是天仙巅峰 距离踏入真仙 也不过一步之遥 另外仙魂点等奖励收入 也让赵放颇为满意 当然 最为重要的是那九天龙眼 九天龙眼 特殊材料 可用做炼丹 炼器 制作傀儡 等等 亦可直接吞噬 亦可提升修为 讲情 请玩家自行查阅 介绍很简单 但是 正是因为简单 却更是能够说明他的不凡 九天龙眼 既然他是什么时候都用得上 又是有着特殊材料之名 恐怕 就已经足以证明他的不凡之处 赵放丝毫没有怀疑 这次的奖励在今后绝对能够用得上 不过 就在赵放正高兴的时候 系统的提示却在一次响起 丁 系统提示 恭喜玩家赵放 斩杀略先踪和新长老东方烈 引来略先踪仇恨 赵放眉头一皱 这也用得着恭喜 不过斩杀东方烈会引起 略先踪的仇恨 这本就在赵放的预料之中 所以赵放倒也没有太过意外 第2849章略先追魂令 前往原序大陆 可就在此时 系统的下一个提示 却是让赵放莫名骇然 丁 系统提示 恭喜玩家赵放 连斩东方家族最后血脉 触发任务 东方老祖的愤怒 系统友情提示 东方老祖乃是略先踪父宗主之一 什么东方家族老祖 这特马 打了小的来老的 打了老的还来老祖 这东方家族还有完没完 不过 略先踪父宗主的身份 却还是让赵放微微心惊 要知道 略先踪的底蕴 可是非比寻常 单单只是红莲山脉分布 便是堪称强大 那么一个父宗主 能够调动的资源 便是可想而知 而且 听系统的提示 似乎赵放还把人家 东方家的最后血脉都斩杀了 那东方老祖不跟自己玩命才怪 看来 此地不宜久留 赵放还是必须的快点离开才行 哪吒 走 咱们离开这里 赵放呼唤一声 便是和哪吒一起快速远顿 而实际上 就在赵放离开不久 红莲山脉之内 传送却是再次启动 至少十几名略先踪强者 直接冲了出来 他们的目标 自然就是赵放 此时 略先踪内 一个早已闭关千年的老怪物 正疯狂地咆哮着 赵放 好你哥照放 本尊今日立下誓言 必将亲手将你抽筋八匹 夺破炼魂 在这老者手中 两枚玉牌都已碎裂 这玉牌 正是他当初亲自为东方烈和东方无极炼制的本命令牌 令牌破灭 代表着的 也就是两人已经生死到消 当然 东方老祖动用的可不仅仅只是略先踪的实力 同时 也包括东方家族的一切实力 东方家族 实力庞大 再加上有着东方老祖的庇护 如今可以说是独占一处大路 单单真仙强者都是不下千人 更是拥有超越真仙的存在 只是可惜 这诺达的东方家族 实际上 主家血脉 仅仅只有东方无极 东方烈以及东方老祖三人 因为东方家族血脉秘书的缘故 他们家族 历代只能一脉单传 赵放杀了东方无极 或许东方烈还能再弄出个血脉来 现在好了 赵放连东方烈都杀了 难道让东方老祖再去弄出血脉 可惜 东方老祖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力啊 赵放 这是绝了东方家族的血脉 东方老祖岂能善罢甘休 这简直已经是不死不休的死敌了 赵放和哪吒二人快速顿走 然而 就在他们走出没有多远 天空之中 一道道光芒却是升腾而起 那光芒之中 裹挟着的是一个个特殊的法宝 然而 那法宝之上 竟然闪耀着赵放的虚影 以及一串文字 略先宗 追魂令 追杀目标 赵放 谁若是能生擒此人 便可获得略先宗父宗主 东方老祖必生传承 以及半数宝物和整个东方家族 追魂令传达先遇重视力 永久有效 赵放和哪吒对视一眼 特别是赵放 眼里闪过一丝无奈 不至于玩这么大巴 这东方老祖 居然发发动了先遇通缉令 现在的赵放 甚至自己都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移动宝库 略先宗父宗主的毕生传承 以及一半宝物 这还不算 还搭上一整个东方家族 要是可以 赵放都恨不得自己杀了自己去领奖利得了 这次娄子似乎捅得有点大了 当然 就凭略先宗 只怕还没那资格发动先遇通缉 可就算是略先宗下辖的大陆 区域 只怕 赵放之后也将寸步难行 而这先刚大陆更是自然不能继续待着 毕竟 只怕那东方老祖重点关注的地方 就是先刚大陆大陆 看来 是时候去略先宗所在的元须大陆了 东方老祖 赵放眼神微微一冷 或许这东方老祖根本想不到 就算没有他的通缉 赵放也要去元须大陆 因为 赵放下一个目标 就是灭了这略先宗 这东方老祖 不过只是赵放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完事而已 固然磕脚 但也不是不能踏灭 三日之后 元须大陆一处偏僻之地 两个人影却是出现 赵大哥 你这带的什么路啊 咱们这是跑到什么地方来了 哪吒有些无奈的看着身边的赵放 但赵放也是略显狼狈 当日 他们离开仙刚大陆 途中赵放和哪吒却是误入一条虚道 本来按照他们得到的消息 这虚道是一处通往元须大陆的捷径 可谁曾想到 他们的确是到了元须大陆 只不过 来的地方 却是荒芜一片 这还不算 关键这里还拥有大量的一种小型妖兽 这种妖兽乃是石灵所化 受着一方天地的影响 极为爆炸 而且极其不稳定 一旦交手 一个弄不好就是自爆 这三天赵放和哪吒算是到了没 这种石灵故人并不算强悍 但是数量极多 却又能动不动就自爆 却是让二人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算了 继续前进吧 只要离开这里就好 赵放也是无奈说道 但就在此时 突然 哪吒和赵放同时转头看向一侧 那是什么 哪吒率先说道 赵放微微皱眉 你也感觉到了 哪吒点头 恩 刚才我的神念似乎触碰到了一座宫殿模样的建筑 可是 仅仅瞬间 那宫殿便是消失不见 赵放听到哪吒的话 心中便是有了决定 走 咱们过去看看 若真的是一处宫殿 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 哪里 必然有什么秘密 两人快速地冲了过去 对于一路的石灵 能不理会 就根本不予理会 而不多时 他们便是来到了一处虚妄的山谷 说这山谷虚妄 是因为二人站在山谷之上 朝着下面看去 只有无尽的虚无 甚至那山谷仿佛根本没有底一般 任凭赵放和哪吒神念试探 也根本探查不出任何异常 只是感觉 那山谷无穷无尽 根本没有边际 可偏偏 若眼看去 那山谷却并不是很大 谷底也只是迷雾一片 并没有太多的奇特之处 突然 就在此时 一道光门突兀出现 就在光门闪耀的同时 一道道人影竟然从其中冲了出来 有人看到了哪吒和赵放 便是轻鸣一声 疑 居然有人比我们还仙道 两位道友 不知可看到那洛虚公开启 洛虚公 开启 赵放和哪吒对视一眼 却都是疑惑不解 第2850章洛虚公开 四方运动 赵放微微思索 便是觉得 或许他们说的 正是刚才他和哪吒无意精神念初碰到的宫殿吧 赵放心中念头一闪 便是回答道 我二人也是刚来不久 不过刚才的确有宫殿虚影浮现 但是片刻便是消失 那就没错了 这洛虚公平日里隐藏虚空 无人能知其进入办法 只有每千年一次才会浮现月鱼 而他出现之前 都会闪耀虚影 看来 这千年之期已然再次来领 我等大可以再次等待 传说洛虚公内 预含无数宝藏 甚至 有当初洛虚先君留下的一道传承 若是谁能获得此物 那必然好处无限 听着周围之人的议论 赵放这才搞明白状况 感情他们二人误打误撞 却是碰到了这什么洛虚公开启 而且 还是千年一遇的机会 洛虚先君 难不成 这里竟然有先君强者留下的一道传承 是真是假 赵放也无从判定 但是赵放却也决定去这洛虚公看一看 既然机缘遇到 那也证明这洛虚公和自己二人有缘 说不得 还真能获得什么好东西 似乎 这洛虚公早已被众人关注 就在赵放等待的时间 却是不断有人到来 其中 甚至不乏一些大势力和组织 在这山谷周围 不多时已经聚集上千人 然而 却依然不断有人到来 框 突然 一道巨响之声猛然传出 却是见到一座非空战舰猛然出现 那战舰楼阁凌厉 金光迷茫 更有无数人影不断飞舞 从他一出现 便是高高的悬浮半空 很显然 也是冲着这洛虚公来的 空 一道巨大的传送门开启 从那传送门中 一头头巨兽骑士不断出现 他们排列着整齐的队形 而人人 却都是有着最低听仙境的修为 不断有人加入 有些看似准备充足 有些却似乎略显准备不足 照放和哪吒一直注意着这一切 这一刻 他们二人显得如此不起眼 照放暗自和哪吒传音 告诉哪吒 尽可能隐藏修为 既然他们二人机缘巧合 遇到这等事情 那么自然不会错过 不过 该有的戒备还是要有的 隐藏修为便是最基本的手段 此时的照放 看起来不过只是一个天仙三重修为而已 而哪吒也将自己大部分修为隐藏 看起来也只是天仙五重而已 突然之前说话那人再次对着照放说道 二位道友 莫不是第一次来这落虚弓 照放也不隐瞒 微微一笑说道 是啊 我们是第一次过来 这落虚弓真的有那么多机缘不成 竟然引来这么多人 那人哈哈一笑 确实说道 看来两位道友到时一点准备都没有救过来了啊 这落虚弓 最让人向往的无疑就是那落虚仙军留下的一道传承 可毕竟 仙军传承 除非是有莫大机缘 否则怎么可能轻易获得 你看到周围那么多大势力了吧 其实他们主要是想要冲击十二宫传承罢了 十二宫 便是落虚弓内十二道次一级的传承 当然 也有无数宝物 至于我等散修 就不要指望那些了 能够进入108殿就算天大福分 否则能够进入药院寿院等也算是莫上机缘 就我等散修 能够在这落虚空获得什么 全凭运气 这位道友 奉劝你一句 进入落虚弓后 莫要进入任何殿余 那些地方 不是我等可以亏欠的 能够在宫外之地 寻到一些宝物 就立刻退回 这落虚弓内 最大的敌人 其实不是宫内固有的危险 而是来自那些大势力 那人顿了顿 抬头看了看在他们头顶突然出现的一支舰队 却是继续说道 道友 既然你二人也是散修 不如加入我们团队吧 我们也只是临时拼凑而成 故乡之间大多不认识 在落虚弓单独行动无异于找死 照放眉头微微一皱 看着那人心中却是念头闪过 重宝之地有危险 这是常识 而人多的地方就会有纷争 也是常识 这人说的恐怕没错 但是 加入他们团队 真的是为了照放好吗 他真的是一片好心 这恐怕就不一定了 神秘的落虚弓 照放一无所知 不过 却不代表他不会判断人心 从那些大势力的出现 再到这人的邀请 照放似乎隐约猜到了什么 只怕 这落虚弓进入之后 很多地方 都需要用到血迹吧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说得通 为何大势力没有驱缓散修 散修团队 也不断招募其他人加入 照放眉头紧皱 心中开始计较得失 片刻后 便是有了决定 固然 这人的邀请只怕 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心 但他和哪吒 对这落虚弓 却并无半分了解 加入他们 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 至于其他事情 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有了决定 照放也不犹豫 便是点头答应 如此甚好 能有同伴照应 自然是好事 那人见到照放答应 脸上也是露出笑容 只是这笑容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却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在二人对话的时候 突然 那宫殿猛然出现 就那么悬浮在山谷之上 似乎一直都在那里一般 但片刻 那宫殿却在此消失 大家准备了 看来 若须攻击将开启 记住 若须攻击便是正式开启 也会时不时闪烁 若是不能在他停留的片刻进入 那么就会被吸入 这无尽深渊谷内 有人大声提醒着 这也让照放和哪吒心中有了定数 似乎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显得颇为和谐 又是一次闪烁 那若须攻猛然出现 不过这一次 照放确实看到 那若须攻出现的同时 几道如同桥梁一般的东西 也跟着出现 快 快冲过去 立刻便是有人大吼着 冲向那桥梁一般过道之上 随后 毫不犹豫地快速狂奔起来 不过 照放他们却没有动 依然是之前那人此时解释说道 若须攻开启之时 会引动静置 除了这几座桥梁通道 其他地方一律无法通行 若是强行通行 只会被吸入无尽的深渊谷 堕入虚空 不过 固然早一步进入能够赢得先机 可此时的若须攻还未稳定 一个弄不好 可能就会生死到消 就在这人话音刚落 若须攻却再一次消失不见 而那些原本还在不断冲刺的人 却惊骇得大声呼救 只是可惜 除了离着山谷近一些的人侥幸被同伴救下 其他人却只是徒劳挣扎